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信心之家 参考经文 他和属乎他的人历史都受了喜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三节 不久前我被拘留在异国他乡的一所警察局里 我犯了什么罪 开车时掉头 用警官的话说是妨碍交通 事实并非如此 那天我做了很多无声但愤怒的祷告 最终神派了一位好撒玛利亚人 一位报社记者前来 帮我交了保释金 我才得以回家 保罗和希拉在这里也被不公正地拘留了 但他们的处境却大不相同 他们一直在分享耶稣的信息 却被诬告 从而引起了骚乱 于是他们遭到殴打 并被关进了监牢 在牢里 他们祷告 唱诗 其他囚犯 则在一旁聆听 他们深信 神能使用他们的不幸遭遇 来吸引他人 哪怕是罪犯和狱卒 转向神 使他们加入他属灵的大家庭 当神差遣地震 打开了牢门 松开了所有人的锁链时 保罗和希拉向狱卒保证 没有人逃跑 狱卒本来准备自杀殉职 但他相信了耶稣 也明白了救恩 然后 狱卒和属乎他的人 都受了洗 在当时 属乎他的人 通常包括妻子 儿女 年迈的父母 奴隶或仆人 在这样的例子中 神清楚地向我们显明 祂愿意每个相信之人的全家 都加入到祂的盟约大家庭中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所有呼求你名之人的救主 请将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 带进神的大家庭 并使用我们吸引他们个人 归向你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掌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